1997年8月17日大卫贝卡姆突然从板场起脚的踢球之飞 球们都了比阿门深一起打消一球爆发一起降龙爆发 化解险情 随后新南内投球发动反击C罗 剩持一个脚后的秒针 逃遍的球王马拉多纳 连续白头两名方程队员后传中 愿意白头都把死当消敌的民口招式 球尽了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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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 胜利足球不一样的享受 冠军表现无懈可敌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青阳胜利足球 我是圣云飞 今天的胜利大PK 我们给大家介绍两位天才球员 他们同样是来自南美大陆 却分属于巴西阿根廷两大足坛死对头 他们当中一个是成长于圣保罗街头的坏小子 一个是拉玛西亚学院的高才生 没错 他俩就是内玛尔和梅西 作为80后和90后最有天赋的两位球员 下赛季他俩将会并肩作战 西加联赛还没结束 巴萨宇宙队却已经开始重新启航 中文字幕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年少成名的天才少年终于要踏上欧洲的战场 追逐更高的舞台和梦想 内玛尔最终选择西甲豪门巴塞罗那 他给出的其中一个理由是 能与阿根廷球星梅西并肩作战 一位是如今的巴萨天王 一位则是炙手可热的希望之星 一位是巴萨拉马西亚清训产品 另一位则是典型的南美制造 应该说 内玛尔不论从阅历或成就上来说 都跟梅西还不是一个量级的 但即将成为队友的两位南美天才 难免要被拿来隔空PK比较一番 从数据上来说 内玛尔似乎比同年龄时期的梅西还更加可怕 从17岁除子秀到如今为桑托斯效力五个赛季 内玛尔总共为球队出战229场 打进138球 他已经被载入俱乐部史册 梅西21岁的时候 一共代表巴萨和阿根廷队 出战151场 打入59球 贡献30个助攻 而内玛尔则已经代表桑托斯和巴西队 出战256场 打入156球 贡献77次助攻 不过这也仅限于该年龄阶段 两位球星在不同足球环境下的数据比较 并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 往后的日子 内玛尔还要经受更多的考验 从球风上来说 内玛尔依然秉承巴西球员的传统 技术细腻 盘带花哨 而且传摄能力俱佳 梅西的技术同样非常细腻 但相比内玛尔更具实用性 有着超凡的人球结合能力 而且随着比赛阅历的不断增加 梅西的技术越来越全面 中场组织调度 传球做球 甚至任意球方面的功力 也是炉火纯青 值得一提的是 梅西与内玛尔都有过让人 叹为观止的长途分析杰作 梅西自不用提 07年4月18号 在国王杯半决赛对赫塔菲的比赛中 梅西穿花蝴蝶般连过五人后的进球 不断被球迷媒体拿来与球王马拉多纳的 世纪进球做比较 而骚年内玛尔则一出道 就以各种肥所思的奔袭震惊组团 在2012年与巴西国际的比赛中 他甚至一场比赛里 就完成了两次远距离奔袭破门 其中一个进球 还获得了当年的普斯卡什奖项 内玛尔的奔袭 除了拥有惊人的速度 花哨的盘带也是他的标志之一 这点与梅西稍有不同 巴萨天王更多的是依靠 隐蔽性极强的变相 和突然启动来撕开对手防线 可以想象的是 当两位以奔袭剑长的天王并肩作战 巴塞罗那下赛季的进攻活力 又将上演怎样的速度与激情呢 虽然有着超强的个人突击能力 但内玛尔并不是只会单兵作战 在玩弄自己脚法的同时 内玛尔也会努力寻找与队友配合的机会 比如2011年与凡兰门戈的这个进球 正是个人突破与团队配合完美结合的典范 所以内玛尔与梅西共存的问题 也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不少人质疑内玛尔略显销瘦的身材 能否经受欧洲足球的对抗程度 但要知道 当年他的前辈罗纳尔迪尼奥 初次登陆欧洲的时候 也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而梅西刚出道时 同样是体型瘦小 相信这对于年轻的内玛尔来说 同样不会是决定性问题 性格方面 梅西向来内敛低调 只用场上的进球说话 内玛尔则与小罗有几分相似 热情奔放 敢于表现 层出不穷的庆祝动作 场外的各种欢乐猛料 内玛尔在球场内外都充满了感染力 不过内玛尔一直对梅西充满敬仰 特别是2011年世区杯决赛 当托斯惨败给巴塞罗纳之后 内玛尔是输得心悦诚服 从此一心向往诺坎普 如今两位球星终于携手并肩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相信球迷们都是翘首以盼 但分开来说 梅西早已是如今巴萨梦三 当人不让的领军人物 内玛尔则还需要时间 来赢得在欧洲豪门立足的筹码 我们拭目以待吧